鸡鸡斧鸡鸡 南南不相离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专注激情影片的腐哥 今天腐哥继续为大家带来 文学天才作家被迫沦为情色小说家的故事 电蓝色的心情下集的解说 请大家多多支持 即使陈户十分感念木岛为自己的付出 可在事业和世俗的双重压力下 他最终还是选择辞去了他人眼中那份不体面的工作 选择与前女友重归于好 过上了平凡而普通的生活 这天晚上 女友开心地靠在陈户的怀里 一边感慨着 没想到陈户竟然真的愿意为了自己 放弃曾经的工作 一边开心地畅想着两人之后的幸福生活 而他身边这段感情的另一位主人公陈户 却始终闷闷不乐 一直眉头紧锁 不停地抽着烟 一位女友一直沉浸在两人重归于好的喜悦中 并未发现陈户的异常 这天晚上 玉夫先生为了庆祝木岛 拜在自己门下后的第一本书成功完结 特意邀请来了陈户 三人一起喝酒庆祝 陈户看着身边与玉夫先生相谈甚欢的木岛 这是他们自那晚后的第一次见面 他不自主地想起那晚两人亲热缠绵的画面 仿如昨夜般一幕幕地在陈户眼前浮现 他不自觉失了神 最后 还是在玉夫先生的提醒下 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 玉夫先生对木岛这个徒弟很是满意 甚至告诉陈户说 如果木岛是个女孩子的话 自己一定要把他撩回来给自己做情人 木岛听到后笑了笑 没有反驳 而陈户看着两人之间和谐亲密的互动 心中不知为何 总感觉十分别扭 木岛的青色小说就要出版了 玉夫先生想要为他起一个新的名字 一是因为他之前的名字太过正式 没有力量感 二也是为了让他能够放下以前的包袱 以前的骄傲 重新开始 老人想了半天 最终决定为木岛起名为 《鬼道彭次郎》 玉夫先生说完之后 越想越满意 起身就要去找占卜先生算一挂 看看这个名字到底能不能用 可是他因为太兴奋了 再加上还喝了酒 竟然直接晕倒在了地上 吓得陈户和木岛连忙跑上前去 将他扶起来 送回了房间 在将玉夫先生送回房间后 陈户便迫不及待地 将木岛拽进了一个空房间里 急切地吻了上去 木岛也没有反抗 两人就在这一片月色中 安安静静地融为了一体 夜里 陈户看着身边的木岛 又想起不久前 还开开心心地 趴在他胸前 憧憬着两人 以后幸福生活的女友 一种前所未有的负罪感 充斥了他的内心 只不过 他还没有来得及多响 保姆的惊呼声 便将他拽回了现实 陈户和木岛在听到保姆的尖叫后 连忙顺着保姆的声音跑去 发现玉夫先生 竟然口吐鲜血 再次晕了过去 由于抢救及时 玉夫先生幸运地抢回了一条命 作为弟子的木岛 自然承担起了照顾老师的重任 每天都在家和医院之间奔波老路 玉夫先生看着为了自己 忙前忙后的木岛 十分心疼地告诉他说 他只是自己的弟子 没有必要这样辛苦自己 木岛听到后告诉玉夫先生 说他其实也是有自己私心的 他的父亲就是因病去世的 可自己却因为怨气 错过了父亲生前的时光 他现在做这些 除了偿还身 也算是一种赎罪吧 玉夫先生听到后 既心疼又感动 便也没有再说什么 这天木岛去出版社交书稿 在和出版社社长聊天中 意外知道了程护即将离职 以及不久前 刚刚和前女友复合的消息 木岛听到后愣住了 他实在没想到 程护当初那样极力地劝自己入行 为了工作不惜恳求自己 成为玉夫先生的弟子 可如今他却要走了 而自己 却成为了程护转行用的一块跳板 木岛想到这里 实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痛斥程护实在是太扎了 说完便要转身离开 程护见此连忙拦住木岛想要解释 可木岛直接将他推开 愤怒地质问他 难道是要告诉自己 他什么时候和女友复合的吗 他在跟自己在一起的时候 竟然还同时和另外一个女人保持着联系 他把自己当什么了 当作升职加薪的筹码了吗 此时的木岛彻底地看清了程护的本质 他告诉程护 他其实就是一个总是看着别人的脸色 做着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毫无信念感 内心也极度空虚 但偏偏自尊心却很强的人 也正是因此 他才混成了今天这副样子 程护听着木岛对自己的评价 或许是木岛说的实在太对了 完全戳中了他的内心 他恼羞成怒 拽着木岛的领子将人抵到了墙上 崩溃地质问木岛 难道他以为人人都像他一样 对社会和未来不屑一顾 可以随心所欲 任性妄为 不用看别人脸色 潇洒肆意地活着嘛 他拥有着 可以忽视这一切的才华 可以热情又坚强地面对生活 但自己不可以 程护告诉木岛 每当自己和他在一起时 他都极度地厌恶自己 因为他太想要变成木岛的样子 可他却做不到 程护说着说着 慢慢靠近了木岛的怀里 可木岛却并未心软 直接警告程护 最好赶紧收拾东西 滚出自己家里 说完便转身离开了 之后的生活中 裕夫先生的身体情况越来越糟糕 木岛便将自己全部的心思 都放在了照顾老师身上 这天 程护来到医院 找裕夫先生拿最近的书稿 两人在交谈完 出版的相关事务之后 裕夫先生突然询问程护 他与木岛 是否在读书的时候就相识了 程护点头承认 裕夫先生听到后 便认真的将木岛托付给了程护 他告诉程护 如今他时日无多 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木岛了 他性格太过于较真 是个容易吃亏的人 希望程护以后可以多照顾他一些 程护看着老人担忧的神情 认真的答应了下来 从医院出来后 程护坚定地找到了自己的上司 撤销了调岗的请求 选择留在了当前的岗位 当天晚上 他再次来到医院 此时的裕夫先生病情再次加重 木岛十分担心 但又无能为力 只能整夜整夜地守在老师的身边 程护看着木岛苍白的脸颊 劝他赶紧去休息一会儿 自己替他守着 可木岛却死活不肯离开 生怕老师在他离开的时候 会出什么意外 两人争论了很久 最终还是程护请护士 在病床的边上又加了一个小床 木岛这才安心地躺上去 休息了一会儿 等他醒来后 两人难得和谐地坐在一起 程护终于有机会 认真地向木岛表达了自己的歉意 此时的木岛 看着眼前虚弱的老师 也没了上次的激动 冷静地接受了他的道歉 或许是实在太累了 那天夜里 木岛疲惫地靠在程护的肩膀上 向他诉说着自己内心的脆弱 他告诉程护 他以前和父亲闹矛盾的时候 曾经幻想过 自己理想的父亲是什么样子的 直到见到了御夫先生 他想 或许就是他那个样子 他深爱着自己热爱的世界 愿意理解自己的一切 可如今 他也要从自己的世界中离开了 木岛说着说着 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他无比热切地盼望着 老师可以再多停留一些日子 只可惜天不随人愿 御夫先生 还是在一个黎明的睡梦中 永远地离开了 那天 木岛在老师的病房前 像个孩子一样 趴在地上痛哭了一场 不久后 木岛以弟子的身份 一手操持了葬礼 想要尽一份孝心 许多来宾都在暗地里嘲笑他 是为了御夫先生的遗产 可没有人知道 由于贷款的原因 御夫先生的房子和土地 都被收走了 之前小说的版权 也都被划给了他的前妻 留给木岛的 只有一部 他还未出版的小说的版权 不久后 木岛如约将御夫先生的遗作 交给了程护 只不过由于病情的原因 御夫先生去世前 只完成了80% 剩下的20% 是由木岛代笔完成的 他告诉程护 他之所以这样做 不仅仅是为了老师 也是为了他 他希望程护拿到作品后 可以得到他想要的自由 开始新的生活 程护听到后告诉木岛 自己决定不走了 结婚的事情也黄了 或许他的感情 注定不会顺利吧 木岛听到后 安慰他说 这样也挺好 他以后 还可以继续做自己的责边 程护不愿两人的关系 就这样止步于工作 木岛想起程护曾经说过 每每和他在一起 自己都十分痛苦的话 转身就要拒绝 可程护却一个用力 将他狠狠地压在了身下 身边就是老师的遗像 木岛看着压在自己身上的男人 无所谓地解开了自己的衣领 面无表情地对他说 想做什么就来吧 反正也有丧服这类的题材 只不过想想也是有趣 两人再次相逢的那天 恰巧也是在葬礼 刚刚结束的时候 程护听到这里 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欲望 直接低头 稳住了木岛的嘴唇 那天夜里 两人就这样 在玉夫先生的灵堂前 纠缠了一整晚 不久后 玉夫先生的一作正式出版 一经上市 便广受读者们的好评 没过多久 木岛也正是以 玉夫先生 为他起的笔名 再次出道 他的情色处女作 也再次经过了市场的考验 获得了大众的认可 很快就收到了 其他出版社的约稿 可随着事业的成功 木岛和程护之间的关系 却变得越来越微妙 程护不知怎么想的 开始躲着木岛 两年后 程护还是和一个 在联姻会上认识的女人结了婚 拥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儿 过上了正常平和的生活 而木岛也有了新的男友 这天两人再次重逢 一起来到一家酒吧喝酒 说着各自的近况 不知为何 程护自己明明 也开启了新的生活 可当他听到木岛口中 说着他和另一个男人的 幸福生活的时候 心中还是忍不住的嫉妒 在回去的路上 程护看着因为醉酒 靠在自己肩头睡着的木岛 忍不住稳了上去 可没想到 就在他即将触碰到的前一秒 木岛却醒了过来 程护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 连忙尴尬地扭过了头去 没一会儿 车到了木岛家楼下 在木岛上楼后 程护并没有立即离开 而是眼睁睁看着木岛敲门 与新男友亲密拥抱 然后一起回到屋里 这才死心地离开了 他想 或许这辈子 他都忘不掉木岛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木岛和程护的爱情故事 由一场葬礼开始 也由一场葬礼结束 两人相互成就 相互救赎 手牵着手 走出了人生的低谷 可惜的是 却并没有指手 走向今后的人生 两人在这场 欲念纠缠的七情中 探讨着天才的孤独 和普通人的落寞 爱的复杂 和人生转向的矛盾 结尾时 两人互道的再见 其实更像是 与自我的某一部分告别 只不过 黯然只是暂时的 因为后来 木岛遇到了新的一半 成户 也找到了 更适合自己的伴侣 如此想来 其实所谓人生 本就是不断地 与他人相遇 不断地和自己 告别的过程 好了 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希望各位小伙伴 多多支持 有什么建议或者意见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非常期待 大家的订阅 与关注哦 辅哥与你 下期再见